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7月17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港闻播报 我是Cherry 随着加拿大边境措施的不断放宽 最近有不少被困在海外的加拿大人 在打完两针疫苗后都迫不及待的重回加拿大 然而在入境前依旧有着不少重要的细节 稍有不慎就会出现 最近列治文就有一个女生 虽然她打完了两针疫苗 并且在登机前接受了新冠检测 结果在入境时却依然被重罚了5750加币 并被要求隔离14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名女子名叫做法德尔 今年23岁 过去两年中一直在加勒比海上 一个名叫阿鲁巴的小岛上学 在7月眼看着加拿大放宽了 对完全接种疫苗的入境者的规定 打完两针辉瑞疫苗的她 决定回到BC省列治文的家中 见见许久未曾谋面的亲戚朋友们 法德尔在出发前 严格按照加拿大联邦的规定 下载了入境时需要的ArriveCam手机APP 并在飞行前72小时内做了新冠检测 万事俱备 法德尔认为自己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美国航空也让她顺利登机了 因此便一路开开心心地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加拿大 然而在7月7日抵达温哥华国际机场后 法德尔在过海关时 才突然发觉大事不妙 原来法德尔做的新冠检测是抗原测试 并不是联邦规定的等分子检测 相比于等分子检测 抗原测试的准确性要更低一些 当法德尔把不符合规定的检测报告 出示给边境人员后 立刻就被开出了一张罚单 并且还被要求隔离14天 这让法德尔相当的郁闷 虽然他自己承认 应该更加仔细地阅读政府的规定 但法德尔觉得 美国航空公司也没有做净职调查 明明检测报告不符合规定 法德尔说 造成这种问题的一部分原因 是一些国家接受抗原测试 诸如美国 当地的疾病控制中心 就接受入境的旅客提供抗原测试结果 而有些国家却不接受抗原测试 比方说加拿大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的规定 没有有效的分子测试 或有新冠症状的外国国民 将不被允许进入加拿大 如果是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 不提供有效的新冠测试结果证明的话 虽然将被允许入境 但可能会被处以每天最高5000加币的罚款 或面临刑事起诉 如果旅客在抵达边境时有症状 或没有合格的检疫计划 就可能会被要求到指定的检疫机构 进行检疫隔离 根据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报告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的15个月里 已经对违反检疫法的人 开出了3113张罚单 其中有506张罚单 是开给那些像法德尔一样 没有有效入境前测试的人 大家在入境加拿大前 也需要注意这个问题 不要犯和它相同的错误 目前加拿大政府认可的入境新冠测试 可以查询官网的具体信息 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记得提前做好安排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的时光故事第45期节目已经播出了 这一期我们说的是轰动美国的绝症女儿侍母案 隐藏在背后的真相让人跌破眼镜 在时光故事这个频道里 我会定期为大家分享一些传奇 悬疑及神秘的故事 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订阅和分享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第二条新闻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一项新规定 导致本国的百叶窗制造行业陷入了一场混乱 他们警告称 新规可能会毫无必要的毁掉这个行业的大片市场 并造成数千人失业 至于National Post的报道 加拿大卫生部于今年5月1日 对百叶窗实施了新的检测制度 以确保产品不会对幼儿带来任何危险 近年来 已经有发生过多宗幼儿被窗帘的编织尼龙绳圈 勒住的事故 有时甚至导致死亡 为此监管机构开始取缔拉绳操作的窗帘 窗帘制造协会在本周写给卫生部长海度的一封信中警告说 卫生部推出的规定存在缺陷 将迫使零售商停止销售目前加拿大货架上88%的窗帘产品 估计加拿大制造商被迫暂停大部分产品限后 总计将会有4900人失业 窗帘制造协会的执行董事Raf Wasami表示 政府的新规让人感到困惑且不可行 武断地背离了北美标准 他表示 随着监管法规的改变 安省的日光窗帘公司正准备倒闭 而魁北克的PCI Design公司也不能再生产符合规定的窗帘 另一家位于阿尔波塔省公司将不得不关闭其生产线 业界的担忧引发了一场游说活动 希望联邦政府恢复以前的标准 他们说 在请求了几个月后 联邦官员一直保持沉默 大型的连锁商Home Depot Lowis Canada和蒙特利尔的家居零售商 都在等着联邦政府做出改变 卫生部的新政策 引入了几项新的产品安全检测技术措施 部长的发言人没有回应 试图澄清这些政策变化的问题 加拿大卫生部的新规定 适用于在板条之间编织的所谓内神 根据过去的安全测试 制造商必须证明 他们的内神能要承受至少5磅的拉力 同时不能让婴儿头部大小的物体进入环中 新政策要求内线必须承受任何方向超过8磅的拉力 而且不能形成一定周长的圈 马萨米说 这种看似无害的变化 使得许多公司几乎不可能设计出新的窗帘 他说联盟政府官员拒绝提供增加拉力门槛的理由 其他一些变化也引起了恐慌 包括规定定制的窗帘拉绳 不能超过22厘米 这使得为残疾人等客人生产连线变得更加困难 窗帘制造协会估计 200多家中小企业可能会受到新规的影响 瓦萨米说 大多数人听到新规时的第一反应是 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这是一个雇佣很多人的行业 在加拿大和北美都有很多业务 负责加拿大网络保安的加拿大通讯安全局CSE警告 加拿大人可能在下届联邦大选中 遭到外国势力的影响和干扰 CSE亦表示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举行大选会增加外国干预的风险 因为许多事情必须在网上进行 不过CSE对加拿大选举事务署表示了信息 CSE称 虽然任何选举程序的改变都有可能会增加网络威胁 但我们评估认为 这些改变不会对加拿大民主程序带来太大的威胁 CSE发布上述报告的时间正值 有猜测总理特鲁多可能在数周后启动大选 上次联邦大选是在2019年 本届大选肯定将与以往任何一件的大选有所不同 由于新冠肺炎一朝 许多选举活动和一些基本程序都被移到了网上 以防止新冠肺炎扩散 CSE特别关切的一点是 通过邮寄方式投票的加拿大人会增多 外国势力可能会利用这一点 作为削弱对选举结果信任的一种方式 虽然CSE相信 大部分加拿大人可能会遭遇某种形式的影响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外力欲在网上影响加拿大选举结果的可能性较低 加拿大联邦大选依然以书面选票的方式进行 是CSE对加拿大选务署深具信心的主要原因 CSE报告将加拿大和其他民主国家 2015年以来遭到的网络攻击和威胁 归咎于一些外国政府 特别是俄罗斯 中国和伊朗 根据CSE报告 加拿大因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积极角色 使其成为这些国家的潜在攻击目标 CSE报告称 这些威胁行动者可能会使用网络工具 针对加拿大的民主程序以改变选举结果 影响决策者的选择 影响政府与外国和本地政府间的关系 和加拿大的国际名声 根据CSE的数据 2015至2017年间 全球选举期间遭到网络攻击的次数大幅增加 2017年以后则趋于稳定 CSE表示 选民较政党和实际选举更频繁被作为攻击目标 这可能是外力认为选民教义接触且教义受到影响 尽管政党和候选人也有可能在下次投票中被针对 我们评估认为 这些活动较不可能属于针对特定政党或候选人的精密网络行动 来自安省约克区的一名华人幸运的中了 7月6日开奖的乐透MAX投奖 奖金高达6500万元 这位华人还是一位加拿大军队的退伍士兵 名叫做Jason 在得知中奖的消息后 这位幸运儿表示 感到不知所措和感激之情 Jason对媒体说 他在14年的军礼生涯之后 因为脑损伤而被迫退伍 并陷入了艰难的境地 他说 当我不能在服役时真的很艰难 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无家可归 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伤势和疾病 他说 有人认为他是在假装病情严重 尽管核磁共振扫描显示他的大脑肿胀 隐形受伤对人们来说很难 因为大家看不出你有什么问题 41岁的Jason说 他的牧师是第一个知道他获得意外之财的人 但他坚持认为他意外获得的财富不会改变他 Jason说 自己的经历让他更加决心要帮助别人 有很多人正在遭受痛苦 也许我能做些什么 他说 我经历了很多磨难 但每次跌倒时 希望都有人帮助我爬起来 期待明天 谁知道呢 你可能也会中 其实 在加拿大经常有华人中彩票的消息 而今年来加拿大各地华人中大奖的喜讯更是不少 2021年2月 曼尼托巴省温尼博士的华人 一家四口领取了曼省有史以来的最高中奖金额6000万元 去年11月 BC省大温哥华地区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华人女子Teresa 与同事共四人合买了乐透649彩票中了600万元 去年11月 魁省蒙特利尔市华人女子舒平里 幸运地中了乐透Max投奖7000万元 她在领奖时坦言真的非常走运 第一次买彩票就中了如此大奖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都是好运气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